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水綠草木之花 可愛者甚凡 遵徒冤名讀愛谷 住理堂來 世人甚愛某間 二讀愛年之出 二乃而不染 作青年而不擾 中空愛直 不慢不知 鄉遠亦清 亭亭靜直 可遠觀 亦不可涉岸言 而慰谷 花之隱日者也 某單 花之富貴者也 連 花之君子者也 二谷之愛 徒後先有文 連之愛 同義者何忍 某單之愛 疑父重義 首先 讀起上來 很好聽 亦都千古傳眾下來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它的行義 它說 水綠草木之花 可愛者甚凡 即是說 無論水中或陸上草木的花 即是草本和木本的花 為何叫草本和木本呢 草本 即是屬於草科那類 即是那些植物來講 動物都是分類的 草本那些 生在陸上水上都有的 那它就是哪一類呢 是 好像那些草一樣 那些草是否有很多種類的 有些是生得很高的 好像沒有人 還有野生的 那些草不用介 都是很多 人在種自己去 自己種的花 有很多種類 好像春天又有粗獵 即是屈甘香 屈甘香 水仙花 那些都是屬於草類的 例如菊花 建蘭 很多很多那些 木本 屬於木本 屬於木本科那些 就是好像一棵樹那樣 那是否很多樹都是開花的 桃花 是不是 桃花 桃花 梨花 開樹 蘋果花 那是很多很多的 梅花應該都是 不知道屬於樹的 什麼 蓮花那些 蓮花都是生在祠堂 那可愛者甚凡 即是無論木本 草本的花 可愛者甚凡 當然 那麼多種類的花 大家來講 都是很多喜歡的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很多人都喜歡花 更加是什麼呢 我們日常生活和花是很有密切關係的 好像無論開派對 或者開什麼會議 共濟那些大型會議 通常都是放很多花 很漂亮在這裏 甚至紅事白事 都是用到那些花 情人節 什麼節 生日 都是送花 所以可愛的花 自古以來 都是很多人喜歡的 但是他說進朝的 陶淵明就讀愛谷 不過 這個亦有很多人知道 陶淵明是一個田園詩人 我們遲些都會介紹一下他的詩 他最有名的那句就是 採谷東眉下 游延見南山 這個亦有很多人聽過 都知道 所以他是很喜歡谷花 但是自從李唐以來 世人甚愛某丹 自從李唐 唐朝皇帝姓李 所以李唐 世人即是普通人 姓愛某丹 姓即是很喜歡的意思 愛某丹 而讀愛蓮之出 依來而畢染 但是對於我來說 即是作者 即是作者自己 我愛蓮花 是因為它出依來而畢染 俗稱蓮而畢染 即是說 我愛蓮花 是因為它出依來而畢染 這個依 因為蓮花是蓮藕的花 它是生長在祠堂 即是整年都有水浸 所以那裡的泥就不可能 好像陸上那麽實 依賴好像泥漿那樣的情況 但它因為整年永遠都有水 才種到蓮藕 然後我問 或者有些肥料 那些泥都是比較黑色的 我們有時 如果見到蓮藕 還沒洗乾淨 拔上來 都是黏著很多泥在那裡 但是那些蓮花 為什麼 它是生長在那些依賴那裡出來的 但是它就不染了 就是不要被那些依賴的泥漿污染 我們都知道 如果大家去旅行 又是我講旅行 我覺得廣東一帶 我就不知道在其他地方 或者都有 但是廣東一帶是最多的 當那些蓮藕開花來講 應該是在夏季 春末夏初開始做 如果你夏天去到 通常都看到那些蓮藏真是很漂亮 它不單止那些葉 經常都很清綠 都生得挺高的 離開的水 但是那個蓮藏更加是高出來的 高過那些葉 是很漂亮的 白色帶些少微紅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林世樂講那麼多 你沒看過 有機會去看一下 真是很漂亮 很多人都在那裏 有些人在拍照 真是很漂亮 俗稱寧寧寧不要 即使它被水洗過 它都不會妖艷 當然蓮花就沒有理由 去找水的人去洗 應該是液水 液水 即使液水洗過 它一樣是這麼清雅 不會故意濃郁一些 嬌艷一些 中通愛直 不患不知 它說蓮花中間是通的 是直的 真是的 你看過 好像喝桶一樣 一直上的 但中間是通的 那當然是通的 我未去摘疊花 回來看過 是吧 我想也是的 真的你看到它是一枝飲桶 想開一枝飲桶 開一枝飲桶 不孟不知 香軟溢清 不孟不知 香軟溢清 不孟不知 香軟溢清 但是蓮花只是一枝飲桶 不會在下結 一字一字生出來 不是的 一朵也是 蓮花是一枝上一朵花 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我不是學這個作者 這麼細心去研究 是吧 不過我看到那些蓮花 好像有些 不知是蓮花借了之後 那個椅子 就有一個圓框 那個圓框 是有一格一格 圓的又是一格一格 圓的又有很多格 原來那些是蓮子來的 所以你細心去看 那些採蓮就是這樣 採了那些 一個圓圈 裡面是很多粒蓮子的 那些鮮蓮子採集出來 是很好吃的 很香的 很美味的 蓮花是這樣的情形 但是她就說 香軟也稱婷婷靜直 她說你如果離開一點她 她那種香氣 更加清新 因為她婷婷靜直 靜得很靜地開在這裡 婷婷的姿態很優美 我們通常說 美麗的少女 婷婷欲立 即是很涼 發揮婷婷 即是說 她都很靚的樣子 很靜的形態 可遠觀而不可洩然 她說 如果你遠一點看 蓮花是適宜遠一點看 不可以走近去玩弄她 即是說不可以 好像有些其他人的花 走過去問一下她 或者用隻手摸一下她 她說你不要這樣做 其實都不會的 因為連生在水塘 除非你找隻小船去到才摸得到她 即是說你不要去捉摸她 玩弄她 即是表示什麼呢 一會兒我們解釋她讀者的合意 疑惠菊花之隱逸者也 她說我來說 那些菊花是隱逸的 為何這樣說呢 這裏的意思呢 即是說 菊花呢 就應該是 什麼時候開呢 這個時候 我們是加拿大這裡 這個時候 菊花開了 這個時候應該是什麼呢 是深秋 即是秋天雅 秋天雅 中秋 我們過了 中秋寺了 中秋 之後就開了 現在最近開了 我知道 我後院的菊花都開了 為何在這個時候開呢 隱逸呢 這個時候 應該是很多花已經借了 但是呢 她的菊花呢 這個時候才開 即是說 不想那麼出頭 是吧 她同伯花去爭爭 我想她是這樣的意思 是吧 所以她是比較隱逸的 某單呢 就花之富貴者也了 那某單花呢 是什麼呢 是富貴花來的 因為她是很大的 而且很鮮豔的 即是說 好像一個富貴有錢的人 什麼都出來 都表現得很華麗的 所以 某單花就是富貴花來的 那 蓮花之君子者也了 對於蓮花來說 她的作者是覺得她是君子 因為她上面所形容的那些 真是 好像一個君子那樣 是吧 為什麼呢 她說 出衣來而不染 她即使在這麼髒的環境 她是不會沾染的 即是不會沾染 她現在應該是比擬那些什麼呢 是世俗那些 是吧 即是世俗呢 很多呢 你在朝廷 朝廷做官也好 或者詩人 這個人品來說 都很多人是很世俗的 什麼都以利益為依歸 尤其是如果你在朝廷做官的人呢 你經常為自己謀利 變成對朝廷也不好 對人民搞得不好 不是為人民做事 她應該是這樣比擬的 你即使怎樣使作她 她也不會再次嬌嚴一點 甚麼呀 甚麼呀 即是不會跟隨做勢 那她中空外籍 她中間是通的 即是 我們通常 不是通常 好像我們看論語來說 論君子那樣 是吧 她說君子 應該是空無誠苦的 所謂君子就是 君子是甚麼呢 君子坦蕩蕩蕩 君子坦蕩蕩 小人又成癡癡 孔子那樣 她說作為一個君子 應該是甚麼呢 心無誠苦在這裏 不會想著去謀人家 謀取利益 或者為了名義地位 而用一種手段去謀取 君子是不會這樣的 她只是心胸廣闊 沒有其他的雜念 對人有甚麼去謀算 沒有其他人 無誠苦的 小人就常識 真是小人 她經常心想著 誰能怎樣去賺到利益 或者如何對人傷害而得到自己的利益 她是這樣形容的 是吧 所以君子 我們平時也有說 你不得罪君子 也沒有得罪小人 因為君子的心胸很廣闊 沒有甚麼謀算人家 即使你不小心說 甚至有意得罪了她也好 她都很容易歡視你 不計較 或者覺得你的水平是怎樣 算了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她給你的蓮花 好像君子 就是 好像君子 而且你隔壁看 她更清香和好看 所以就不會像世俗一樣 去玩那些花 摘到它 又聞它 又摸它 所以她就是這樣說 菊花就是隱日 某單花就是富貴花 富貴花其實我們現在很多都是很喜歡的 尤其是過年 或者那些畫 畫到某單花 很漂亮的一幅畫 這樣就很多人都喜歡 因為每個人都喜歡富貴 不過 看看你用甚麼手段得回來 如果你是因為你的財官 公職 得回來的富貴 那就好了 如果你用那些瓦骰手段 甚至貪污 拿回來的那些就聞好了 所以富貴是看你怎樣 如果你真是用財官 拿回來的富貴 每個人都喜歡 那年就花之君子者 因為為甚麼呢 它就是形容上面那麼多的句子 都是形容蓮花 那種特色 那種跟君子相似 那種性格 那種跟君子相似 而這句就是感嘆一下 真是說起來 菊花的愛好 就屠後先有文 即是對於喜歡菊花的人 是屠煙明 屠煙明這麼喜歡菊花 但是當當時當時 但是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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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物 只是喜歡菊花 那麼 年之愛 同然者何人 至於對於愛 蓮花的人 還有我 喜歡蓮花的人 詩人有誰呢? 其實都是有很多的 兩方個個都喜歡 不過這個詩人來說 就是某單之愛 義父中義 至於某單的愛好就多了 所以整首詩來說 就是作者自己 託襯義花的自放 想說蓮花的特色 跟君子一樣 所以他喜歡